我站在时代的渡口 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 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 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安向宏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跟大家分享同一本书 慢慢地读起源的故事 当我们越读越读 就越会感觉到说 人能够好好的生存在这个星球上 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很困难 就是这个地球从它开始形成 然后到开始有生物 到这些生物能够慢慢地演化 到最后人类能够在形成 现在地球上的这个面貌 中间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发展的过程 那每一段发展的过程 其实都是非常剧烈的 而且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有的很多场景是非常的戏剧化 比方说大灭绝 就是有很大很大的天灾 然后导致所有的物种一系之间 突然间数量都减少很多 然后慢慢慢慢再从灰烬里面 慢慢地重新再活过来 这是现代的科学家 在研究了很多证据之后 告诉我们人类经历了 很多很多的大灭绝 那最后的一场 其实是在一万年前 一万年前曾经有一次冰河时期 那次的冰河时期 也是造成就是各种各样的生物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被添折了一次 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底下 本来有很多适合居住的地方 就变成不适合居住 然后像人类这个物种 书里面的作者是写说 必须要躲在峡谷里面 等待冰河时期过去 然后慢慢才再恢复过来 那那个时代 根据科学家的统计 全球人口总计加起来 大约是 五百万 五百万人 大概就是一万年前 一万年前 而且那个时代 还是处于那种采集时代 采集时代 还没有到农耕时代 农耕时代 在那个时代 也就是你可以想象 五百万人分布在全球各地 然后每个聚落 就是每个聚集人的地方 顶多就是一百五十人 在那样的规模底下 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的人类 勉强着在冰河时期里面 这样生活下来 但是很快 就是等到冰河时期结束之后 人口又开始大量的增加 因为没有再有这种 严酷的天后的挑战 所以就越来越多 土地也足够肥沃 土地也足够肥沃 没有种也长 种了也长 不种也长 就是又恢复到生机盎然的 我们不是已经讲过小麦的故事吗 对 小麦骗人类的故事 射下陷阱 这样子一路在野生 采了野生小麦 然后一路回家的过程里头 发现有一些东西会掉在路上 隔年它就长出来 它又长出来 就是不用跑那么远 在路边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是nature teaches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你只要把它丢到土里面 它就会长 你不要都吃到肚子 对 吃掉了就没有了 但是你把它丢在土里面 它会继续长 一颗小麦 麦子的故事 所以农业对人的诱惑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因为有农业 然后开始就是人类慢慢从采集 就变聚落 开始往农业的方向移动 变村庄了 那作者的描述是讲说 其实采集的人种跟农耕的人种 其实经常是并行的 对 就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可以看到 以采集为主的这种人类的聚落 但是更大量的 更吸引人的 其实是农耕 就农耕让人有机会 可以人口更大量的发展 因为营养足够 那农耕也支撑了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历史 就是开始建立国家 开始有帝国 然后开始有国与国之间的征战 那个基础都是农业 就是因为有农业 因为有剩余的这些能源 有能量 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远超过你当时所需 所以就是可以开始累积 累积一方面是累积财富 一方面作者是认为说这是累积能量 那这些累积的能量就有办法 促使人开始分工 然后开始有不同的这种 职业出现 那古时候大家都是一样 都是农民 没什么好说的 都是采集者 都是农民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开始有剩余的人力 剩余的能量的时候 就开始有机会可以分工 开始分工之后呢 就开始出现专门的人 做专门的事 比方说 市农工商 属龙工商 工商 百业 就开始了 有的人是职业军人 有的人专门辅助修权 修台 有人是专门负责做一些器物的 战争当时候会打架 不要说战争 会打架是必要的 要守住那个骨仓 不会被抢 那我刀的 不能让你穿 我被你抢走了我就饿死了 所以他们需要有人上武 那甚至就是说 如果你比较有力量一点 你的武够强的时候 那你把别人的抢过来 别人的也是你的 就是我的还是我的 但是你的也是我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收集资源的方法 这个叫做战争 好 那一路这样农耕社会走下来 作者定义了一个时间 说到今天的这个世界 他是把它定义在600年前 600年前 那爸你解释 就是公元1400年之前 就是现在是2020嘛 对 那600年前大概是1400 应该15世纪 15世纪 1400多 15世纪 对 那为什么要定在那里 因为再来就是文艺复兴 这个科学兴盛的时代 来了 大发现的时代 这是我们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 我们就要集中讲 1400年以后 到现在这600年 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对了 也是大发现了 也是大破坏了 也是大破坏 对 那作者之所以这样定义一个分水岭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基本思考 对 他是认为说过去 不管你国家在怎么发展 那整个地球上面 他毕竟被很多天险所阻隔 对 那个天险叫做海洋 对 所以你发生在亚洲的事 只会留在亚洲 欧亚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发生在欧亚 只会留在欧亚 然后呢 不会去到别的地方 但是呢 有一个伟大的人 伟大不伟大 这很难讲 有一个人 然后他开了一条船 然后呢 他其实开错了 对对对 他跑错了 但是呢 去到一个地方以后 他就说 啊我发现了新大陆 是 我发现新大陆 然后那个人的名字 现在大家都知道 家喻户晓 叫做哥伦布先生 那作者把他认为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对 然后这个发现呢 甚至他们用一个 很特殊的名字 叫做哥伦布大交换 对 大交换 哥伦布大交换 就是从这里 拿东西去那里 这样子 就是本来这些地方没有的 但是在别的地方很多 在那个很多的地方 那个东西不值钱 但是运到我这里来就值钱了 就是我们说的贸易嘛 这叫资本主义 对对对 来了 来了 然后呢 因为这件事情 就促进了一件事情 虽然作者在书里面 没有讲得那么明白 不过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全球化了 全球化 对 没错 就是不再只是 各个州的这些人类 各自在里面生活拼斗 它开始产生了跨越州的那种交流 那些跨越州的交流呢 讲交流是很客气的讲法 其实是非常暴力的 看起来当时候 它是用滑的跟用风而已 对不对 但是它就到了嘛 它就到了 它到了以后呢 带来了那个 他们原来那个地方的 很多他们自认为的文明嘛 可是同时也带来了疾病 疾病 他们自己来到新的地方 他们也会染新的疾病 那个疾病也有可能会跑到 另外一个地方嘛 所以疾病就变成 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事情 而是全球都要面对的一个事情 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好像我们现在正在面对 我们正在面对 所以我们以为 我们现在已经很科学了 以及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没有 因为交通越来越便利嘛 早期的交通 没有那么便利的情况底下 就算有瘟疫 它也是局限在某一个局部地区 对 但是呢 到现代这种交通 这么密集的情况底下 每一天多少航班在天空飞来飞去 每天多少船在海洋上面跑来跑去 每天多少人 在这一周到那一周之间这样子移动 那这种跨国境 跨周际的这种交流 在这一场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其实就已经存在了 大家时空见惯了 每个人每天 就是因为业务的需要 所以你就订了一张机票 然后呢 就订了一个航班 然后时间到 你就去到机场 然后你就上飞机 跟你同飞机有一群人 然后呢 大家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那个原因 要做这一趟长途的旅行 但是呢 去到了那个所在地的机场之后 又经过了同样的海关 然后所有的人就自散了 就去到他要去的地方 好像每一天这样子都很正常 每一个航班这样子都很正常 但是一旦有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变得很不正常 就全部被断了 断了 就是你要阻止他的方法 唯有 对 就是停止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流 对 飞机不要 降低那种 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 才有可能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讲到600年前 我们讲说这个是进到现代 今日世界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之前 然后呢 开始要进来 我们现在遇到的是结果 就是已经是这样子了 然后呢 已经是这么容易了 不过当然了 差别是600年前 实在是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以为被天 被天谴责了 谴责了 乱跑 被谴责 意思是说600年前也有啦 也有啦 可是那时候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嘛 但是现在知道了 所以现在知道要说 要谴责一点 不能够败 对吧 还是不能够败 不要自大 在天地的面前 书里面提到天启士 其实跟佛经里面 基督教讲的天启士 跟佛经讲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也是 基井瘟疫道兵解 佛经里面是讲基井瘟疫道兵解 然后天启士 是加了一个死亡 死亡 对 就是说当全球化之后 这样的事情 就更容易发生 而且一发生 就是全球性的 对 没有一个人逃得过 大家都在这 不管你是姓什么叫什么 不管你是有钱没钱 对对对 不管你的种族 不管你的肤色 不管你的宗教信仰 不管你的国籍 对就是对 就是病毒没有国界 没有国界 也不长眼睛 对 他也不分 就是很平等 病毒是很平等 我们这个政权 我们国家很厉害 也是一样 很弱的 也是一样 都没有说 因为他是一个新兴的病毒 大家都没有遇过 其实老实讲 其实这些都在我们的过去的故事里头 不断的有提起过 但是有一阵子 我们就说 看起来问题好像 比较好一点 好一点 可是呢 他就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来了就告诉你说 你没有好一点 没有好一点 其实你并没有好一点 其实你没有好一点 你还是刀兵节 你还是文艺 还是基金 瘟疫刀兵节 一点都不为过 要进到这个章节之前 讲今日世界的边缘之前 很想跟大家看看 今日的世界 对 我们刚刚讲了瘟疫 对 其实还有 蝗虫 对 哎呀 蝗灾 蝗灾 吓死人的多 然后看到那个照片 有密集恐惧症的 会起鸡皮疙瘩 那个跟圣经里头的故事 也很像 也有这种 到处都是 七年丰收 七年季荒收 那也都是蝗虫 对啊 看到那么大批的蝗虫 然后突然之间 出现在一个地方 然后沿 他根本不分国境 对 他只要哪里有食物 他就往哪里出 他就一大群过去 然后就蝗虫过后 就一切什么都没有 你种的再多的作物也没有 都没有用 我们也看到了蝗虫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大火 对 澳洲 就是从去年开始 从亚马逊 那个地方 我们注意到说 有好多起 那种灵火 不断的蔓延 因为太干燥 后来就看到说 澳洲也有 印尼也有 当然印尼那个状况比较特殊 他们是因为耕种的关系 我这一次出国 我有经过加州 加州的油加利树 在加州有某些地方 它已经测度出 那个多久没下雨 就预计那个油加利树很有 就会烧起来 这都砍掉了 所以已经到了 就是干燥到 必须要砍树 必须砍树 如果不砍树 就火再来 那所以我在那个 San Francisco 那这个 去砍的时候 就发现好多油加利树 我回到那个 我的母校 伯克莱 伯克莱山上的油加利树 全都砍光了 预防性的砍发 预防性砍发 他们当然就是剃断 剃一段剃一段 就不让它如果起火 可以连续烧了 他们就把 看起来 他们都有科学根据 有一点点那种 防火象的概念 就是我把一段 让它没有东西可以烧 对 然后特别某些树 一看 它就已经 太久没有水了 所以它已经开始干燥 那出油 开始出油 先砍掉 这个不砍 它就起火点 不砍 万一起火的时候 它就更容易蔓延 那个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救 所以我们看到 今日的世界 那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是怎么把世界 搞成这个样子的 广播 可以进入了 见你 息息多多人 一念之差 患了错 他们接触到 心灵清流 所以让它有 还醒哦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 大爱网路电台 我是陈怡君 其实从民国八十五年 应征来这边工作 六月二十一号到职 一直到现在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应该也是 唯一的一份工作 那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你会在 这个环境当中 留这么久 那时候大学毕业 当时慈患师姐 安排我去 很多的地方采访 甚至包含外岛 我记得那时候到金门 我很谢谢当时 很多的师兄师姐 对我们这些 社会新鲜人 一视同仁 甚至更多的那一份爱 第一次被赋予任务 去大陆特贝震灾 那时候要带手雨 我记得人山人海 大家都来看 来台湾的这个慈善团体 在这边月九月发现 其实你无形当中 你就在做一件事情 你就是分享一些 正向正能量 给身边 给友人接触到 你的节目的听友 无形当中 当他们告诉我说 我听了你的节目 我很感动 我觉得那个观念很好 所以他也在做 你就会发现你身边 好多人是因为 你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你有机会把上你的正能量 传给他们 他们就说道理 我以前也没有想到工作 跟助人可以结合在一起 用心深呼吸 与大地共生息 自为人文守护道德 这个短片 其实是我们在报导 这些人文人 到底他在做什么 可是我边在听的时候 也边在想 广播也是一个 无远福建的东西 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东西 因为现在透过网络的科技 我们所讲的话 其实可以去到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愿意 你都可以听得到 当然就是电视 各式各样的媒体 其实都是 我们现在生活是 生活在现代 就是今天 那用的不好 假设全球化做的不好 那就是那种资源的抢夺 然后就是刚刚讲的瘟疫 然后机警 刀兵节 这些东西都会发生 但是如果用的好的话 在全球化的这个时代 进化人心 进化人心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重要 很重要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媒体的结构 板块上面的一个站位置 如果那位置都被刀兵节 这些坏的因素展跌 这个世界就每天都在 这个刀兵节 如果这个像我们的节目 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历史 怎么看未来 我们怎么看眼下 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去反省 那从中间学习谦卑 不自大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间 瘟疫蔓延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些 我们这里的启示 启画 那这个历史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很多很多的过去 人家怎么样 走过那样一个困难的世界 其实故事非常多 那机会很多 危机很多 可是机会也很多 那谁看到的危机 谁看到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历史里头 都有非常多的刻痕 也就是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痕迹在里面 所以我们讲这一本书 起源的故事里头 其实建民 你可以刚开始讲说 看这份青 看到这 好几道门槛要过 没有一道人 没有一道是好过的 那我们都过了 什么叫做我们都过了 就是今天你在收音机里头 或是你在网路里头 你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讲述这个故事 就是说 你过了 你有经过过 就是即使经历过 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多的挑战 是 那可是我们还是努力的 设法在这个地球上面 能够继续延续 而且我们最希望的延续的 是善良 而不是仇恨 是 是好 而不是邪恶 就是 这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杨先生在谈的时候 我就想到 善良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一回善良就问地址 说 你们想想看 我现在出个题目 问问你们 请问善恶拔河 谁会赢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善恶在拔河的话 那到底哪一边会赢 那当然就很多地址 非常的善良 他们就很勇敢举手 他们认为善会赢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觉得说 看起来好像不太像 因为善的人好像不够多 他们担心说 恶的那边会赢 然后善良听完大家的讲法之后 善良就跟大家说 既然是拔河 人多的那边会赢 那关键就是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教育 我们是在 努力的去培养 善良的人 还是不善良的人 就是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 倒过来问 我们与善的距离 我们与善的距离 到底是近 还是与恶的距离 对我们与善的距离近 还是与恶的距离近 这个是大哉问 那这个历史书 也是一直在讲这个 对 那还有就是看历史 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历史 看历史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规模的概念 就是规模大小 我们人往往会因为 我现在面临这个 我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就把它放大了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简直就是不可控制 然后开始恐慌 只有这件事 可是当你去读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 更大的事情也发生过了 我们讲气候变迁 冰河时期 可以让人口降低到只剩500万 我因为参加一个座谈 就谈这一次文艺 这个事情 那我是很大胆的说明 就经过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是公共卫生的专家 我在美国博克拉加州大学 读工卫的 我就很直接的讲 口罩也好 或是这个疫病也好 我认为台湾会过 可是因为这个疫病 而产生对经济的冲击 台湾可能是要面对这样的风暴 可是我就说 大家准备好没有 你刚刚讲说 你看嘛 我们今天每天的新闻 只谈一件事情 病例有多少 有没有人死 哪一边又增加了 哪个地方不可以去 就是一直挖那个洞 越挖越深 那个沉默螺旋 或是那个叫宣滑的螺旋 都是只有在这个 划上大声的就是这个 就这个 那像生活跟这个 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引起的非常大的 过去我们的活动都改变了 所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活动改变 就是经济行为改变 那这个经济行为改变了以后 我最近才在算说 原来这个全球化以后 这个系统是这么脆弱 一个月不开工 就很多公司要到 两个月不开工 就很多公司回不来了 然后失业人口可能就马上上来 那这个并没有只发生在某一个地区 其实全球很多地方都发生同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其实应该要 至现在就要提升到第一位 不是只有黄疫 每天只有那个黄疫的这个新闻 其实是每天都在讲宠物的事情 但是我也看到 我们其实逐渐正在摆脱 那个疫病的第一时间 第一攻击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 有没有第二攻击 就是所谓第二攻击 就是社区感染 会不会真的 发生 我们公卫生的说法很简单 我们就是数目 那遵病例数 一直压在一百以下 没有什么所谓的社区感染 这个不要随便讲 我相信政府单位 对于是不是社区感染 他们有很明确的定义 是的 那我们现在都是依照政府的定义 是的 来看这件事情 不过刚刚杨先生提到说 经济的冲击 我更担心的是人心的冲击 对 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疫病终究会过去 但是人心在这场疫病里面 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情 那这些不管是有意 或者是无意 去说的言论 然后所引起的效应 这种人心的效应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经常讲说 人类的希望来自互助 那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私 都不愿意互助 那恐怕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全球化以后 因为全球化以后你躲不开 躲不开 你根本躲不开 所以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 需要更高一点的那种视野 需要更深一点的智慧 而不是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操作的过去 当然这些我们会讲这些话 都是从阅读从起源的故事 以及我们前几本书 我们讲那个廉价的真相 记得吗 都是从那个地方 一一抽取到出来的一些 算是教训吗 好 我为大家读一下书的内容 我们讲今日世界的边缘 书里面作者这么说 1400年 就是西元1400年的时候的世界 当时仍然区分为 各不相同的世界区域 也就是我们讲的欧亚是一块 美洲是一块 那个澳洲是一块 就是一块 彼此之间并无显著的联系 但是呢 增长的人口跟增加的 调动的压力 确保了分隔不同世界区域的 海洋隔膜 你会觉得他用调动这两次很厉害 调动的压力 就是需要重新分配 对 需要再找新的资源 对 调动 确保了分隔不同世界区域的 海洋隔膜 他是把海洋形容成一个隔膜 就是区分不同世界 但是呢 这个隔膜迟早要被穿透 那只是呢 有谁在什么时间穿透 还不确定 对 就是欧亚非世界区域的 强大调动压力 就是让这个穿透 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一区 果然 在1492年 分隔两个最大世界区域的海洋 终于有一位 就是航海家 叫做哥伦布 所跨越了 然后呢 哥伦布当时说服了西班牙的君主 支持他 就是走一条 从欧洲 跨越大西洋 到东亚富裕市场之间的捷径 后来证明他走错了嘛 对 走到印度去了 对 但是他就真的走了 走了以后呢 就造成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事实上这个 就是他定义在1400年的原因 从1400年以后 老实说当时候 这古代的科技也很厉害 他在 没有任何后来的 我们所使用的动力 我们未来要讲很多新的动力 那个时候还是靠风的力量 靠是人在划嘛 你看 他就已经可以穿越世界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更不要讲后来 这其实他是启示了一个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作者是这样讲 就是过去的集体学习 只会局限在局部 或者是区域的规模来进行 集体学习这件事情 作者一直在讲 说这是人类之所以有益于其他物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他物种也会学习 但他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一代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是一样的 他不会改变 但是人类很厉害的地方是 他累积 而且他优化 他随着那种学习的过程 他掌握更多资讯 不管是对于其他生物的那种资讯 他掌握得更清楚 知道他是什么时间出没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轨迹 他对于周围环境 山啊 河啊 然后呢 对于天气啊 这些东西 人类会一直在累积这些知识 那这些知识的累积 作者称之为集体学习 不过呢 在采集时代 这种集体学习被限制在150个人左右的范围之内 而且都是在地表看得到的 然后呢 在后来的农耕时代 集体学习开始在帝国里面 或者是国家里面发生 那那个时候学习的知识就更多 而且更加的精准 那但是呢 还是受到海洋的阻隔 对 所以还是在区域里面进行 所以农民经过了一万年的努力 农耕技术才遍及全球 可是呢 从哥伦布这个时候开始 全球网络的世界里面 几百年就改变大半个地球 他是这样定义的 所以那件事情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件事情 他定义为哥伦布大交换 全球化的开始 也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不要忘记 这时候的人口已经有五亿人了 对 那个时候已经人口多到一个程度 对 然后他们不再往外走 恐怕就没有办法靠原有的土地 就土地其实养不起 那个是调动那两个字 调动那两个字 迫于生活压力 他必须要去移动 这个调动是从别人那里调过来 还是跟天借过来 或是从土地上挖了 不是讲过那个岛吗 对 岛的故事 那个小岛的故事 那个小岛的故事 就全部被调动了 对 本来是一个很丰盛的小岛 对不对 就人家来了以后 西方人来了之后 就调动他的木材 接下来调动他的人 他人 然后调动他的土地 对 最后木材砍光了 没有木材怎么办 开始种甘蔗 开始制糖 甘蔗过来 然后再来就制酒 就是弄到最后 最后再没有东西可以调动了 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 还收门票 告诉你说过去我们就是 那也是一种调动 这样奴役的 对 然后让大家看看 殖民时代的痕迹 上面还有旧的酒厂 还有旧的制糖厂 这些东西 很残酷 就是这种行为 其实是非常残酷 为了维持那个人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不把别人的生存 当作是一回事 其实这个是非常残酷的行为 但是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 就是历史 就是告诉我们说 是这样子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 单一世界的体系 欧洲的航海家 是首先把世界 主要区域连接起来的人 对 这个简单的事实 带给了欧洲统治者 跟企业家们 长达数百年的巨大优势 当年曾经一度 与财富跟权力枢纽 距离很远的欧洲 如今却控制了 人类史上最庞大的财富 还有资讯必经的门户 这是靠欧洲的航海家 所造成的 然后这些改变 作者用一段文字 我觉得写得真好 我真的想要读给大家听 他们当时用的是 卡拉维尔帆船 帆船上面的大三角帆 其实是受到伊斯兰国家 他们的启发 就是当时在伊斯兰的国度里面 那个帆是他们发明的 但是船上面有罗盘 有火炮 是来自中国的发明 对 所以呢 这艘船的本身 就是欧亚非世界区域 致世增孝累积的范例 就它累积了大量的知识之后 把很多有用的知识 集合在一个地方 那造成了这样的船间泡利 对 然后所以航行到任何一个地方 就变成所向无敌 对 他发现的地方的资源 就变成他的国家的资源 他可以帮这个地方命名 像当初 那个欧洲航海家 发现我们的时候 说哇 FOMOSA FOMOSA 漂亮的岛 就是美丽的岛屿 他可以随便帮我们命名 那北部地区有个地方 叫做三叼角 Santiago 西方语人发明 对 实在是 是个人是不个人 我家你来命名 你搞什么飞机 那时候还不是我们家 但是他就这样子搞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行为 他打破了海洋的局限 让全球化开始真正的进行 所以这些行为 就是作者说 这叫创造性破坏 对 创造性的破坏 而且破坏的过程 非常的爆裂 那这种破坏的过程 其实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 很多社会因此被破坏 很多人的命 因此就被摧毁 但是慢慢慢慢就形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全球化的社会 其实他这一章 在讲的就是说 他还没有真正开始利用 这个行星的资源 还没 他只是用他眼睛看得到 比如说木材砍了以后坐船 因为当时的船 都是木造 都是木造 都是地球上既有的资源 既有 看到某个地方有白银 这个白银在这个地方 很不值钱 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丝绸 但是有丝绸的地方没有白银 他非常缺白银 缺白银 所以他就从这里在南美洲 找到白银 然后把他运到中国去 换丝绸 用这里不值钱的东西 拿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换他值钱的货品 然后再把他运回来到 他们的母国 当时候货品 的确是要用一种价值转换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保值 所以保值其实那样的概念 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那有了白银就变成货币的某种结构 或是黄金 就是可以去交换 所以哥伦布其实曾经 本来是一无所获 忽然发现说有些黄金 可以运回去给皇帝 再骗取新的一波 让他出 骗取新的旅费 那当然总是要带一点东西去 就带回来给皇帝看说 你看有这个 你看有这个 那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被他讲成可能 金山 金山银 我在海外发现了一个金山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的社会 一路往前快速的推进 因为航海时代 然后因为开始欧亚 就开始往外走 往外走的结果 这其实主要是欧 其实主要是欧洲 往外走 然后殖民时代开始 然后资本主义也兴起 然后殖民 然后就是种种的战争 就不断的在影响我们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 现代的那个过程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过敏性鼻炎 泡发于秋冬季节变换的时候 在台湾 大约每四到五个人 就有一人患有过敏性鼻炎 发病原因为 人体免疫系统 对于过敏源 或环境变化的过度反应 中医称为鼻球 过敏性鼻炎 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 常会打喷嚏 流鼻水 这些症状通常在早上最明显 久了就会伴随一些其他不舒服的情况出现 像是精神差 或是爱睡觉等等 在中医来说分为内阴外阴 内阴我们指的就是肺跟皮 还有肾 这三个胀股如果有一些取损 或是比较差的情况下 它比较容易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外阴通常就是因为外部的一些变化 造成它症状跑出来 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 大概可以分三类 第一类就是依照阵型的差异 给适当的药物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听到三伏贴 它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去做一个贴咎的动作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 针对鼻子周围的穴道 针灸也好或是推拿的按摩 第一个穴位就是硬糖穴 硬糖穴呢就是在两个眉毛的中间 基本上你只要有时间 或者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都可以按压这个穴道 那第二个就是鼻子旁边这里银香穴 在鼻头旁边大概一个指头宽的附近 那一样这边可以做一个穴位的按摩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人中穴 就是在从鼻子到嘴唇上缘 上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有一个更简单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呢我们就是用两个大拇指的 这两个指节 上面的指节放在眼眶的凹陷 下面的指节放在鼻梁的这个凹陷 用上面的指节沿着眼眶周围 这样磨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你这样多磨几次 鼻子也就会稍微舒服一些 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杨先生 我们在跟大家报告 大发现时代 对 就是哥伦布 然后以及其他的欧洲航海家们 还有科学 就是科学开始慢慢的兴起 那我就想到书的前半部 他曾经讲过关于起源的故事 每一个人类的族群 都或多或少都有他的传说 就是每一个族群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神话 都会说我们是怎么来的 神话 但是呢当欧洲的航海家 发现新的大陆跟岛屿 在南方的天空 看见新的星座 然后也遭遇了古代文献 从来不曾提及的人民 宗教 国家 植物 跟动物 这些新资讯的海啸 撼动了整个欧洲的教育 科学 甚至宗教 所以欧洲呢 变成新资讯 以最快速度流过的那个区域 是 那这样的资讯 也迫使欧洲的学者 开始质疑 古代的科学 甚至开始质疑圣经 他开始削弱了传统的起源的故事 对 其实起源故事很久就有一套 就是好像每个民族啊 都有 都有 然后可是呢 当科学出现之后 当这些新发现开始出现之后 就变成 重新要再定义一次 对 要重新再去想 其实你记不记得 我在节目里头问过你一个问题 你问我好多问题啊 我也不是每一个都记得 这要用多少元素做了 不记得了 七十 七十 七十种元素 我们现在总共有多少元素 我们有118 所以有一个小孩跟我讲一句话 说 这个才七十个 如果118个都用上去 那显然不是这一个 那个小孩显然是你的小孩 只有你的小孩才会 有这种快速的反应 然后你知道吗 从好像从今年开始 周期表要重新化 他多空格了很多 至少要空到150 现在是118 所以人类不断的在科技上面 人类不断的 还发现三十个元素 我认为这个三十个元素 应该是从外星发现的 也就是星际 星际的元素会进来 那目前我们用的是整个 我讲的这个所谓七十个元素 都是在地球在地的 可是它藏在很多地方 人类过去 差不多从金 银 铁 那都是常用的 那些几千年 五六千年前就发现了 可是就是那些发现的东西 是足以已经成就了 那个盗兵节了 成就了非常多 冷兵器时代 冷兵器时代 但是后面发展出来的地方 包括发现原子弹 这些东西 其实某种程度 也是一些元素本身的发现 以及它在某些条件下 它会蜕变的那个神秘的过程 力量 那个力量 那最重要的是 它会产生能量 OK 所以这些元素 这个化学里头的这些元素 造就了后来 其实这个东西 在1400年前是不知道的 就农耕时代的一万年 一直到1400年前 这个东西还是很神秘 这个东西一直都在 但是人不知道 人不知道它可以用它 然后从这600年来 最重要的 尤其是差不多应该是从 17世纪 从17世纪到18世纪 发现最多 开始发现各种的元素 一直到最近 118元素都是 最近几年才发现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还在发现新的元素 比如说有一个113 元素113叫日本 日本人发现了 就叫日本 那当然也有我的学校 BK Berkeley 劳伦斯实验室 LW也有了 就是很多 那为什么说到波克莱去 你到劳伦斯原室的 那个餐厅坐下来 坐旁边的一个 招老头 你千万不要随便看他 因为他是诺贝尔家 然后整个 甚至要随时拿出来 一个诺贝尔家 那个校区里头 最大的那条路 有一个地方叫做 写了一个很简单 叫做NL Parking N是诺贝尔 L是Loria 诺贝尔奖得主的停车位 这是未来有趣的 不是只有一个 整排都是 一般人都不能停 很难想象这种知识爆炸 就这个知识爆炸 像这样 一个地方就这样爆炸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我在读一小段 书里面说 1450到1500年之间 全世界出版的书籍 总共加起来 大概有一千三百万本 就是在农耕时代的 那个过渡期 就是Gutenberg的印刷书 但是呢 在1700到1750 全球出版的书籍 超过三亿本 对 他讲的那个时代 那一千多本 一千三百万本 你知道印哪 一千三百万本印什么 大部分印两个文字而已 圣经 圣经跟欧式几何 欧基里的几何学 因为当初的几何学是 所有的经济 能够能不能创造 出一个mismodel的一个核心 核心知识 被起初了 没有建坊 没有钱 那欧式几何 他就印这两本 就印一千多万本 那你看那是什么时候 1450到1500 1到1500对不对 你知道欧式几何 什么时候才到中国 18多少吧 就是那个鸦片战争 那个烧鸦片的那个家伙 林哲许 他懂英文 所以啊 而且他数学不错 所以知识就决定 那个很多 很多 我们就落后那么多久 对 我们就落后那么久 但是总是还是有那个烧鸦片 他还知道要 印这个欧式几何 那你看那个天眼论 那么久找出来 那个商务印书馆 真的印出来都已经民国了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对 开始有人去读他 对 后来在民国的时候 把他印出来 天眼论你记得 对 所以 这种形式的资讯的累积 知识的累积 让人从发现 到开始有能力发明 对 本来只是发现而已 就是发现这个 发现那个 知道很多知识 这是真正的创新 这时候开始了 因为只是发现新大陆 不算创新 本来就在那里 你是没能力来 你没栽料来而已 现在有栽料来了 发明奴役新大陆的 那个 那 可是 创新 创新的时代 就在这时候开始 像什么样的创新 就是 怎么有人想到 地底下歪一挖 可以出石油 然后还知道 要不要练 还要坐汽车 其实 其实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心里面老是会有很多感慨 书里面曾经提到过 一句这样的话 我不晓得 各位听众观众 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在早期的采集时代 人类自我定义 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对 但是到了农耕时代的时候 人类自我定义 我要征服自然 我要改变自然 因为自然 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可以做 但是我 经由我的努力 我去挖棺盖沟渠 我去改变土壤的 那个 那原来这里都长草 我现在就长稻子 我把它烧一烧 烧完了之后 我就发现 剥下去的种子 比较好重 发明火羹 这些方法 人类用这些 累积下来的知识 开始去 设法改变自然 那个时候人就已经 不再认为自己 真的是自然的一分子 对 就是Homo sapiens 他认为他开始要改变了 就是那个书讲的 Homo sapiens 变成Homo deus 然后呢 当人类累积更多知识 知识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开始 人定胜天 他就开始造成更大的改变 对 所以我们过去600年造成的改变 可能是地球几十亿年来 没有遇过的状况 没有遇过的 我们只用短短的600年的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世界改变成这个样子 本来45亿年来的改变的大小 也不能算小 可是恐怕这600年改变 直上面的改变 量上面的改变 都超过过去45亿年来 所造成的状况 所以我不禁要问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就是我们以前的社会 是那样的一个社会 是可以 可以就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行 跟着大自然 早景而映 利利于我何有在 就是没有超越大自然提供 在几两个嘛 然后就是我在这里面 我可以 不过这个当然是一个 像我那小孩那个疑问 这手机有几个元素 有哪个元素常来外星来的 没有一个 它从45亿年 大概没有到45亿 就是45亿年以后 也许在38亿年前的时候 这些元素都已经新增了 可是我们经过几十 差不多如果从这样看的话 我们经过三十几亿年 终于discover 说原来这几个 原来存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的 那个微小一点点的元素 凑起来变这个 变手机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会走到这条路 我相信所有的发明 它发明之初 可能都是基于善意 可是发明的结果不一定 对不对 结果通往地狱的道路 就是由善意所构筑起来的 我们下一集要谈这个 就是本来发明这样的手机 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 就掌握到很多资讯 我们本来以为知识 可以更扁平化 可以更容易传播 结果现在在这上面传播的 大部分都不是知识 而是谣言 而是种种事事而非的言论 往往我们在还没有得到 这些发明的好处之前 我们为蒙其利 我们就先受其害 那所以到底人类这么聪明 然后累积这么多知识 这样子发展 是福还是货 值得大家想一想 如果觉得说福的成分太少 货的成分太多 我们要不要做一点改变 我们是有能力改变的 但是大家都不肯改变 今天节目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更深刻的讨论 会留在后面这几集 这两集 会跟大家讨论 就是我们怎么用石化燃料 以及我们的未来 到底是要何去何从 我想也是这本书的作者 最重要的一些提醒 想要警告大家的 好 感恩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好 感恩大家的收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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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